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心 就可能是麻辣汤 因为可以很容易跟不同性格的人合作 而且还是有自己独立的风格 我会煮,其实在家里就是我比较喜欢煮饭 可是因为爸爸妈妈比较喜欢清洁 所以他们不会让我煮太多 可是我们出国的时候 他们会让我煮多一点 那我的拿手好菜就会是牛扒 因为我是个吃货 所以我想不出一个特别的经验 但是最温馨的可能是在 我们最近在新西兰 我跟我家人一起在一个 一个Airbnb 我们就 因为下雨 我们就出去买我们自己 很新鲜的一些材料 然后我们一起煮饭一起吃 那个 那个就会是 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我是 definitely live to eat 你可以说我的食量是特别大 我父母亲家人朋友们都可以做我的证人 可能是因为我运动量比较高 所以我喜欢吃很多很多 偶尔Gavin会吃比较多 可是有时候我也会吃完他的 他的份 我不相信控制份量 但是我相信我们都应该吃比较健康的 因为我觉得吃饭就可以给我们更多精神 我也需要很多精神 演戏啊等等 所以我觉得就吃比较 不要吃太多高热量的食物 或者那种炸物啊 吃比较清淡的那些就比较好 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饿着肚子睡觉这些 因为我是个吃货我不可以 饮食啊 太多了 便宜的可以是好像泡面啊 或者 哇 寿司也很好吃 牛排也很好吃 哇 太多了我想吃不出 因为我是那种 不是很喜欢一直吃一样的食物 所以我很喜欢跳来跳去 我很喜欢吃我们新加坡本地的chilli crab 那个真的不可以 没有认识的食物 我非常喜欢吃 如果是咖啡屋 我不懂耶 因为我是住在加东的 所以那边太多食物了 你们可以去那边吧 哇 谢谢 哈哈哈 好